最近這一齣這個摔狗 就讓人看到每一次看那個短片 看到每摔一次 就覺得心裡面震撼一次 因此我覺得其實我們這個虐待動物 大家都說靈人無人 但是我們其實有分成兩個 第一個修法 能夠讓過去這個動物保護法 動物保護法規定就虐待動物 或是說遺棄動物的 他們就判得非常輕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突破一個狀況 就是把這些動物當作物品 所以說對於這個處分 罰則相當的輕 好像是兩年以下有些旅行 但我覺得其實以現在大家對於 寵物動物 以及對於生命的尊重來說 這個情度是太輕 那當然無法不足以自行 而且原刑訓法只是其中一個手段 我們更希望從更多的教育方面著手 也就是說我們譬如說 很多學校對於笑狗、笑貓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寵物 其實對孩子的一個討厭 會覺得說 讓他們從小養一個尊重生命 能夠健全他們的心理 這是我們的意義 作詞的民略 作詞的文章 視聴OK 有良心 被 поч訪 從小養一個尊重 在我們遇上 選擇 將 第二 請